还要来关心的是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前总统陈水扁批评 去年底就要告诉他要选举就要早点离开指挥官准备选举 因为呢指挥官要超越党态 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的思维 现在才离开又太慢 所以有人说你是踏着将近一万具的尸体 十级而上要进军台北市政府 对于现在陈时中的参选遭受外界批评 陈水扁亏说过去指挥官就在神坛 不然就要去告你又犯了哪一个天条 但同时还要来关心的消息了 来看到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另外一头他的对手 最近猛攻的也是疫苗采购的问题 而根据立法院议事记录疫苗调月小组 同意卫福部遮蔽部分的资料 室友当时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万安 决议要遮蔽 被问到蒋万安是否呢 有没有没搞清楚状况呢 陈时中说毕竟他也没当过行政官员 而他想说蒋万安对这个东西的不了解 他是可以了解 那关于疫苗采购会议的这个要不要公开 现在这个蒋万好像被打脸说 当初同意遮蔽的其实就是他 你怎么看 确实也没有错了 他当他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 连续 因为大家知道要开这个 公布的相关的秘密资料 或是要给人家查阅的话 基本上都在委员会 大家会有一阵的攻防 他觉得要公开什么 我们觉得要公开什么 那双方就不断的把他谈 那谈的最后定案了 我们就照这个调阅小组的决议 把相关的资料准备好 那11月1号到12月底 放在立法院供大家查阅 那查阅中间 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再提出来 因为大家也可以查 那个会期里面 几乎都是在开相关的疫苗 调阅的一些会议 所以在这里面 我想最清楚的应该是召集 就是会议的主持人 他有什么任何的一个疑问 都可以在会议里面出来 因为立法院是监督 我们行政单位 行政那个立法院 如果做成的决议 我们就一定要遵守的 2022年年底选战较不接近 黄山山目前仍然是 台北市副市长的身份 只透过了团队私下 硬做参选的准备工作 计划将在28号 举办参选的记者会 而他在24号松口 在周六27号完成工作之后 将会辞职 面对陈时中近来 再被质疑三加十一政策的 决策的过程 尽管有经察院的背书 黄山山说 陈时中坦荡荡的话 那就拿出来啊 把资料拿出来 看是谁帮你背书的 我会在礼拜六完成我的工作之后 在我们防疫的期间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只是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 有没有被听见 那如果专家学者都听过了意见 那当时的放宽 看起来好像是立法院的协讨会 那有没有专家学者的背书 看起来目前是拿不出任何的记录 这才是我们大家的疑问 那已经一年多了 这件事情可以到一年多后 还在成为一个罗生门 但是还是回到一点 不管有没有三加十一 病毒不会自己跑进来 不管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做相关的程序 病毒跑进来是事实 那承认错误没有那么困难 可是他承认中自己说 他自己坦荡荡 所以坦荡荡就拿出来 把资料拿出来 看是谁帮你背书 另外呢 中介法未来如果真的过关的话 专家说未来包含了脸书 LINE PTT甚至新闻 言论将全面被钳制一网打尽 政府只要不爱听的话 都不能讲 他认为是假消息 就是假消息 不止各界强烈反弹 就连向来不沾染政治的一文圈 都做了梗涂来讽刺 蔡政府的中介法 中介法若通过专家分析 所有网络媒体 包含PTT YouTube Dcard LINE到脸书跟IG 以及新闻 通通将被钳制言论一网打尽 政府不爱听的话 不能说半句 兔中介法里面已经修好了 专门就给塔律班的这些外围组织 去申请当检举人 倒霉的是我们这些一般民众 上网了还要担心被专业的网军检举 就连过去最停扫音的一文界都跳出来 拿世界级音乐家酷手讽刺 舒曼的作品因为违反拿破仁的言论 审查遭到删除 贝多芬的作品因为创作传统而被删除 这警告标语暗骂 即使过去非民主时代也没如此审查言论 如果照蔡政府中介法的标准 政府看不顺眼的通通得删 这些大事级作品搞不好早就不存在 网友说这是拐着歪讽刺中介法 连不沾政治的一文界都忍不住跟小鹰对杠 面对选举苏仁昌说现在没有共识的法案 政院不会强推但依旧引爆反弹 那就是做这些心虚了 我很担心了 趁人不背的时候搞不好啪一下又过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言论不自由的时候了 NCC不是独立机关吗 轮得到苏贞昌说要不要继续吗 陈耀祥不是应该站出来说干你屁事滚 也不敢讲话 还要骗我说行政院对NCC没有实质控制力 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是最后底线 蔡政府却一再狂踩红线 记者张大鹏黎一璇台北报导 宜兰现场林姿庙涉摄灯的必案四度遭到真信 而宜兰基建署在昨天起诉林姿庙还有她的女儿等15个人 对林姿庙还有她的女儿请求从众来量刑 不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湘婷表示司法一定会还妈妈县长一个公道 也绝对没有换人的问题 林姿庙县长是一个非常负责认真 获得宜兰现名肯定的妈妈县长 昨天我看到这个起诉书从头到尾 我对司法 我说真话到法院去的时候 司法一定会还林县长公道 你用任何的不当的起诉或罗资的方法 我相信最后法院一定会还给林县长公道 因为我相信林县长这个认真努力的妈妈县长 一定会获得宜兰现名继续的肯定 觉得不会有换人问题 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林县长是一个非常获得宜兰现名肯定 而且这个起诉书我相信司法最后一定会还给林县长公道 在法院一定会还他清白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